戴綠帽還被小王嗆 MP阿翔 叛妻回頭 你還愛她嗎 我愛她 還是愛她 對 齁 現在是走溫情攻勢嗎 MP魔幻力量前鼓手阿翔 跟陳愛玲前年3月登記結婚 後來就爆出阿翔 管不住自己的拉鍊 月炮偷吃 兩人一下子分居 一下子複合 實在是讓人物理看花 欸欸欸 可是前陣子有報導說 李玲自己也偷吃啊 阿翔說她婚前就發現 李玲和大學生的妹 前班底言庭聲關係曖昧耶 本來李玲保證不再 和對方聯絡 沒想到後來 被她當場桌奸在床 還被Alex反嗆 我對李玲比你對她好 而且啊 兩人被抓包後 還是保持著友好的關係耶 去年12月 Alex曾經在IG上 傳食物照說 下次一起 結果不到一個月 就看到她和李玲 一起去澳門 GET同款美食了耶 李玲還在私人臉書上 上傳親密合照 看來阿翔這底綠帽 戴著綠光照頂啊 但是我聽說Alex以前 曾經偷拍跟前女友的 性愛影片 抽完大麻後 跟李玲發聲關係 還跟別人炫耀 一起抽完打砲很爽 不僅如此 還沉迷賭博欠債千萬元耶 最後只好逃到中國 躲債主 我的老天兒啊 看來大學生的沒出品 果然品質都是有保證的 可可可 而且事情發生之後 Alex手機一直處於關機狀態 根本聯絡不上 阿翔也不肯回應 是否撞見兩個人呼麻 只說還是想跟玲玲 繼續下去 玲玲愛情生活這麼豐富 也難怪可以出處 交人戀愛問題啦 畢竟她都說了 性命是在愛情中 很重要的一環